近日,阿娇在厦门下榻的酒店房间内发生意外,头部严重受伤,伤口总共缝几百针,因为是整形科医生,所以针线方面细好多,表面第一层已缝66针。 9月13日,张瑞工作室发微博表示,由张瑞和阿娇钟心童合作的电影《杀青》,并在配文中不忘祝福阿娇,希望阿娇可以早日康复。 同时,工作室还配上了两人杀青石的合照,照片中阿娇头部绷带已拆,一只手笔叶挡住伤口,一只手捧着鲜花,看起来状态不错。 许多网友直呼,终于放心了,但也有网友质疑阿娇伤势恢复得太快,质疑之前是阿娇和公司在炒作,故意夸大伤势。 近日,阿娇空降粉丝群,汇报自己的最新状况,连续两次给粉丝发红包,感谢大家的关心,第一次发了520元,第二次发了1314元。 除了给粉丝发红包,阿娇还简单描述了发生意外的情况,阿娇表示看到自己的伤口时有点被吓倒,她身上从来没有出现那么深那么长的伤口,阿娇也否认了炒作伤势,她笑称一句话没说就骂我上热搜。 此外,阿娇透露她接下来还要继续进组派新戏,不能返岗休息,这段时间她都住在内地的酒店,需要同事照顾。